暂时去看的时候可能向下的机会稍稍大一点 上周四、周五,北水开始有时 似乎动力倾向向上 但消息面不能够配合时 以至到这一两天港股的表现都是利达 尤其是需要留意 如果A股上证指数一定要到3,500点或以上 相对上才会有明显的上升动力 现在倾近3,400点附近 甚至近期负面消息有机会短期失手3,400点 都有这可能性 所以投资者在入市时 维持现在的策略偏向简股为主 尤其是一些成交量大的股份 而相对上近期的沽额比较大 这可能就要引一引受